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這一集的主題是 超認真少年之超愛買系列 世界工具品牌超流物嚴選 我們會在每一季或是每個固定的時候 跟大家推出一些就是 以我們的眼光去看待哪一些工地 超流物跟工地好玩的玩具 但是礙於這些玩具跟這些很棒的東西 我們覺得他拿來拍攝一集 就實在是製作成本浩大 所以我們就會一次網羅很多的品牌 然後一次跟大家說 這一季有什麼東西好玩有趣的 可以拿來買給男朋友 可以買來送給女朋友 那我們頻道坦白講 真的是非常適合女性觀眾來觀看 我跟你講 如果你的男朋友 他是在從事工業的 做焊接的 你要買給他一些品牌包包 有用嗎 沒有用 對我們來講 你如果買給他一個9001 焊接面罩 馬上搞潮給你看 各位女性朋友 記得多多收看我們的頻道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們的美國代表 Milwaukee 需要這麼聳動的動畫 很正常嘛 就是工業喇叭 大家都有看過 就是一種帥氣方塊 然後可以 遇到糾紛的時候 你可以拿來保護自己 然後它的後面呢 就是有兩個電池 就是M12跟M18 首先呢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電源的按鈕 按下去 就亮了 然後按住它 按兩秒 你會聽到一個聲音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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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你就聽得越蹦跡蹦跡蹦跡 真正好的喇叭不是聽這個東西 好的喇叭在聽它的解析度跟它的清晰度 為什麼在今年的第一季呢 我們會特別推薦它這顆喇叭呢 因為第一個是它喇叭排列陳列的方式 看一下是個Monitor 有沒有你可以這樣子去調整 你的主要的聽眾在哪一邊 你就可以轉到哪一邊 那你也可以直的放 而為什麼一個喇叭跟一個音響 在工地裡面或在工廠裡面那麼的重要呢 因為通常就是 就是我們在打開收音機或者打開喇叭 開始聽音樂的時候就表示今天開工了 所以說呢不管你今天你要聽台語歌 你要聽演歌 還是你要聽流行歌 還是你要聽Metal 還是你要聽就是很熱情的搖滾歌曲 那喇叭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什麼樣叫做一個好的工地喇叭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它不能破音 然後第二個它要耐摔 然後第二個它能夠抵擋環境惡劣的氣候 像我們這樣子是不是很惡劣啊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測試看看 我們來給它開機 開了 開了 我們現在來播個音樂 好連到了 惡劣的環境 你也可以拿在工地裡面練吉他 第二個品牌正在跟美國貿易戰對打的中國 威克斯 好這是唯一一個我最近在逛街歐北西 其實發現一個東西 威克斯齁 其實是這樣子 它是在一個北美其實賣得非常好 有一些地方在台灣可能不是這麼有名 但是它其實在有一些地區其實是打賣特賣 那威克斯這個牌子呢 它分成兩個顏色 一個東西是橘色的 一個東西是綠色的 那它的橘色呢 通常都是用在園藝啊 或者是用在DIY的市場上 在北美算賣得非常好 那它的綠色呢 就是它們傾向於就是專業工具的這一塊 好那話說回來講到這東西 台東人一定很熟 趁機的故鄉嘛 它上面裡面呢 有一個很像左輪的裝置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要在第一集的時候 推薦這種北藍的東西給大家介紹 各位超認真的粉絲們 大家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經驗分享 如果當今天你跟人家產生了行車糾紛 還是路上衝突 有人拿武器下來的時候 假設如果他今天會講說 你現在想要怎麼樣啊 就是太江手的身這種東西 還好不要構成威脅 那如果今天那個人下來 他直接這樣子 先生不好意思有事嗎 他把他的槍枝握在他的胸口的時候 馬上跟他對不起 然後趕快開車離開 為什麼 來來你過來我試給你看 假設今天那個人下來 然後拿槍就是抵著你的頭 還一直指著你的胸口 還是他把槍這樣伸得很遠 這各位朋友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有頭槍 你就可以把槍拿下來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今天對方 假設對方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喔先生有什麼事嗎 不要靠近我 當人家再往前靠一步的時候 他馬上就可以在胸口 馬上上場就可以馬上開槍了 但是他如果今天手拉很遠 手拉很遠 他在還沒有上場的時候 他還要手伸回來 上場再回去開槍 懂了嗎各位小朋友 等一下我們騙你主題了 好話說回來 這個牌子齁 他雖然是大陸執照 但是他其實是在德國跟義大利設計的 他裡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其實設計的坦白說真的還不錯 在這個年頭齁 我跟你講齁 中國有好東西 日本也有爛東西 很多東西跟很多品牌啊 跟很多大廠 他們雖然上面都是寫就是Made in China 你要看這個東西的品管好不好 跟他的品質控管 還有他整個流水線啊 跟他整個生產線啊 他到底兼工兼工的確不確實 都Made in Japan的東西 為了保護當事員我們停止拍下 回到頭來勒 這個東西可以能幹嘛呢 他上面齁總共有六個頭 就是裡面是六角形的後頭 都可以換的 但是記得你在換檔位的時候 有一個重要的就是 你這樣拉是不會換的 他雖然這樣子伸縮不會換 但是你要往後再拉到一個檔 他才會往後換 然後往前推的時候 上躺的時候 他這邊就可以換到你新的角座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這個按壓的部分 有沒有 他在這樣子壓縮壓縮的時候 前面會有一個角角可以打開 這東西呢 他可以幫助你就是在往下鑽 還是往下鎖的時候 不會一次插到底 另外一個 他前面這個很像小甲蟲的這個夾頭 他可以夾住你的木螺絲 或夾住你的小螺絲 坦白說 不過他並不是一個能夠在工程 就是重工業上使用的東西 不過一些家裡DIY啊 你要鎖鎖IKEA家具啊 還是要鎖鎖一些集成材啊 還是要修電腦啊 小東西啊 還不錯 方便 結果講那麼久 完全沒有講他的名字 這東西叫做佐倫式離電起織機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去一些 MOMO啊 還是去一些網路賣場啊 屍體賣家啊 那記得買代理上的東西 第三個有德國Poach之稱的METAPO 在香港人家說METAPO啊 在德國人家說METAPO 是嗎 台灣喔 美達寶 工業電扇有什麼好介紹的呢 工業電扇一大堆 到底有什麼好介紹的呢 各位朋友 我告訴你 我對於電扇真的是一個非常講究的 來給你看一下我以前的電扇 其實台灣有非常多一群人在收集電扇 就是有收集那種老古董電扇 然後有收集很前衛的電扇 甚至電扇現在都已經變成是一種 高級金裝品在賣 好比說我個人就是在很多年前 就買了一個萬塊的電扇 這個 Vinato 那 在工業電扇裡面呢 就是曾經有長期關注我們的 你知道我們之前 燒掉了一台木田電扇 之後Milwaukee它也有出電扇 小型的 然後風量也不錯 那輕便 好帶 那為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特別介紹美達寶的電扇呢 來我們來好好的看看它 如果你要跟我講 美國的代表 我一定跟你講是Milwaukee 如果你要跟我講 德國的代表 我一定是跟你講美達寶 因為在我一個非常尊敬的老師傅 叫文哥 他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人生最喜歡的牌子就是美達寶 他現在還好 美達寶呢 它也是一個在台灣很少人知道 但是卻是在老一輩喔 就是在我們的上一輩的那一代人 非常喜歡的牌子 那德國設計有一個特別的特色 就是在於它的那種工藝性 它依然保有他們德國的這種傳統的設計 跟他們那種就傳統經典的樣貌 我個人覺得非常喜歡 就是電風扇的葉片喔 它設計的角度跟它葉片的形狀 它吹出來的風是有差別的 它之所以我非常推薦的原因是 你看它有三段的風 然後它的最小的年段風 有沒有感覺到 它最小段的年段風 是非常適合你在晚上睡覺 或者是你在露營的時候 躺在小床邊然後這樣 然後你完全聽不到 那個馬達在轉的聲音 然後甚至你可以 感受到那個微微輕風 就是吹動你的耳旁這樣 在它的旁邊 這個有一個很像腳踏車快踩的設計 然後所以它可以就是很容易轉動 但是咧 它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設計的重點 來請看一下它的下面 它有一個掛鉤的洞 它有兩個小洞 跟一個三個就是看起來可以鎖木螺絲的 它有一個牙條的洞 有一個牙條的螺絲 這東西可以幹嘛咧 來各位朋友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電扇 調成這樣子的角度 掛在牆壁上 然後往上吹 它的這三個橡膠墊 也能夠幫助你減少 馬達在啟動的時候呢 它的震動 特別在這個第一次 第一集的時候 跟大家強力的介紹 德國工藝美德寶 有計畫在跟大家做一個開箱 或者是做一些 全系列的一些產品介紹 一些老一輩 老一輩的觀眾們 就是文哥這一代的朋友們 多多參與我們的頻道 然後希望也可以讓他們的那些老經驗 加入這些頻道 讓我們老中青 三代都能夠互相做技術的交流 接下來第四種 MAKIDA MAKIDA當然就是一個日本很有名的木工工具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電光工具 他們最早之前出了一個USB插座 只能充單杯的 那其實蠻爛的 那之後出到這個呢 它有改款 那它一樣也有兩個電池的選擇 左邊換過來 可以換比較小顆的 這邊用過來 可以用18B的 這樣插進去 它裡面 有一個小小的挖咖啡粉的 那裡面呢 它有一個加水的水槽 水箱 這樣子 拉開 這個水箱 它有120到240ml 以我個人泡這麼多年的經驗 比較建議大家用在 160跟200之間 不然你喝起來的味道 它比較淡了一點 弄起來之後呢 照著它的角度 這樣扣進去 就放進去了 他們在官方啊 有推出了三種口味的咖啡包 意圖販賣或持有三級毒品者 儲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一顆罰金三百萬以下 各位朋友毒品不要碰 咖啡包不要買 這種咖啡可以買 這個東西我們在野灘的那一集 有大家露面過了 官方推出的咖啡包 總共有三種口味 分別呢就是 Mokka 布拉雞烏 跟 吉林マカロ 歐飛燃 上面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 比較粗的洞洞跟比較細的洞洞 大家要記得 比較粗的洞洞放在上面 像這樣 把它放進去 平放 這樣就好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電池有沒有電 好 電池三格電 插進去 按下去 紅色燈亮起來 有沒有看到 那就可以了 它咖啡包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弄完之後呢 它打開就還是一包 那你就直接丟熱熱筒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它的燈熄滅了 打開 它上面很貼心 有一個小蓋子 你看到 直接一杯咖啡 這樣做好了 好這時候我們把電池打開來看 你看剩一格 唯一一個我個人最不喜歡它的缺點 它的那個電量真的吃得很兇 所以你大概一顆電池 你如果買最大的電池 大概能夠煮四杯 那你如果三安的電池 大概能煮兩杯吧 一包兩杯 好那就是我們這個 最後的日本代表 木田咖啡機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第一季的 世界嚴選工地品牌之詳細介紹 那如果有各方問題的話 歡迎到他們每一個品牌下面的官方網站 那記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要買代理上的東西 就是買等於是公司貨 因為這樣才會保固的是保固的問題 還有一些就是你的品質保證的問題 然後呢我們會不定期的 繼續做出我們的技術交流影片 或者是教一些讓大家挖坑跳的一些超愛買系列的影片 那希望大家記得訂閱 然後跟按讚分享我們的影片 讓更多人看到 還有呢在這次的產品當中 你最喜歡的哪一項產品 你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是有一些你覺得我們沒看過 然後但是你覺得非常屌的工具產品的話 也歡迎你在留言下面告訴我們 然後讓我們來推薦給更多人看到跟知道 你最喜歡哪一個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留言最多的那個 不然我們就來抽獎送給大家好不好 抽獎很麻煩耶 抽獎很麻煩 半抽獎我們公司寄運費啊 寄了三千多塊錢你知道嗎 就莫名其妙 還是各位觀眾朋友齁 你有什麼覺得很棒抽獎的方法 你可以告訴我們 然後讓我們參考一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生少年 記得訂閱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 大家好 結音樂的小孩齁 不會變壞啦 只是會變窮而已 所以請各位家長齁 小心你的小孩 當他接觸音樂的時候 盡早就剩他 好比說 你如果把蕭敬騰放到非洲去 會有人是他嗎 應該還是會有 好比說我個人最愛的曾經瘋 瘋哥 瘋哥大家只會記得少林足球那個踢足球的瘋哥 好啦反正你們應該懂我的意思 你如果知道誰在台灣很紅 我們實在美國很不紅你在告訴我 或是實在美國很紅 實在台灣很不紅你也可以告訴我